不只是兰花 台湾的胡萝卜也很厉害 像是在云林东市所种植的胡萝卜 20多年了 日前参加的东京食品展的时候 这个设则鲜艳的胡萝卜 深受日本人的喜爱 不只接到了1800多万元的订单 日本连锁店的超商还追货追到台湾来 让合作社的经理真的是开心到掉眼泪 合作社的经理说 这个参展的时候真的也吓了一大跳 不敢置信有这么多的买家来询问 那么西班牙厨师也称赞说 他们的胡萝卜汁可以当酱汁 那么日本饭店大厨也询问了 这可不可以固定的来供货呢 那么这次总共收到了1875万元的订单 也写下了台湾的胡萝卜 进军日本的辉煌成绩了